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东方大陆里面都知道唐三最后成神了 他身上的魂魂那都是逆天极灭的 这些魂魂就算是风号动罗也没有 泰坦巨猿,泰坦巨猿的天赋虽然没有天气牛蟒那么强 但也是顶级昏兽,凭借着强悍的防御力和强大的力量 泰坦巨猿在新斗大陆是新斗大森林中仅次于天气牛蟒的王者 二名作为森林之王,单挑几乎没有对手 在新斗大森林已经生活了超过十万年 是一个真正的强大武魂 最终唐三在海神殿传承海神神体时完成龙化 唐三成神后重新帮助天气牛蟒塑造肉体 见为浩天宗的大宗主牛天 99级极限陡落,是森林中的巅峰存在 新斗大森林中无论是实力还是年长 都比其他魂兽要久远 当年的时候唐浩进入过森林的深处 要不是大明放弃一条生路恐怕就没有唐三了 最后大明是被比比东联合的有一些融合技的封号洞罗所伤 不然哪有这么容易就败呢 在大赛上在场的封号洞罗发现是魂兽 差点被击杀 最后也是不得已成为了唐三的魂环 好了,本期视频道理流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浩天城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